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Facebook公布的职位要求来看,这对于持有版权的音乐人们来说不失为一件性事,尤其是那些感觉生活在YouTube这家座拥数十亿用户的在线媒体巨额阴影之下的音乐人。 Facebook指出,这一职位将主要负责制定Facebook的发展策略,负责与唱片公司、出版商、发行方之间的交涉,与产品媒体团队构建合作伙伴关系,实现有序协调。 业界标杆的音乐授权体系,Facebook还要求应聘者具备十年以上的合作管理经验,具有优秀的领导能力,曾在国际公司任职,有音乐授权相关的职场经验。 Facebook刊登的招聘广告上写道,你将负责制定Facebook的发展策略,负责与唱片公司、出版商、发行方之间的交涉。 据了解,该职位负责人将代表Facebook与其他音乐公司主管会面,为搭建音乐生态系统建言宪策。 今年7月,Facebook的老板马克扎克伯格曾向投资人表示,目前的大主题,以及我们的首要目标,还是视频领域。 紧接着,在8月份,Facebook就收购了社交软件IA Group的开发团队。 IA Group是一个主打用户原创音乐视频类的社交型APP,用户可以制作时长为19秒的视频,为视频选配自己唱的歌或自己喜欢的SoundCloud音乐。 在视频完成前,用户还可以添加特效和滤镜。 这使得IA Group被称作交互式音乐领域的Instagram。 有外媒称,吸引Facebook的并非是IA Group公司本身或其专有技术,而是开发其平台的人才。 扎克伯格还公开表示,虽然另一款功能相似的F Musical Live是IA Group的竞争对手,但他非常尊重Musical Live的努力成果。 随着Facebook招聘全球音乐授权主管,意味着又一家媒体巨鳄加入到了音乐市场的竞争当中。 而以Facebook的用户量和影响力,怕是全球音乐市场的格局又要发生重大改变了。 哦! 菜还比了 锅滑 锅滑 锅- 锅滑